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繼續晚上跟大家錄音 現在 已經是香港時間接近10點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有一個 著名的藍絲 似乎 對於現在的情況 真的後悔了 為甚麼這麼說呢 當然他就不會在自己那個 談話裏面 就是詳細的論述 但是 我們可以從他的說話裏面 感受到他現在 後悔 後悔在力捧這個中共 作為一個 就是商人 他發現 中共現在 根本就不打算 繼續保持著這個50年不變 香港的遊戲規則改變了 作為商家 做不到生意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 藍絲的問題 實際上你很難制止 這個世界 永遠都有投機分子 無論你 是在打一場戰爭 又或者是在打一場 時代革命 又或者是一場社會運動 總有投機分子 在賺錢 永遠都沒有辦法把那些人倒絕 其實 問題是如果我們有一套足夠的制度 將他監察 令到他 支持一些民主自由的價值 在制度裏面實行 這樣 對於我們來說勉強算是成功 其實 但是如果你完全放任他 說一些 不是說 只是做了 傷害民主自由的事情 加速去破壞 擁護極權 擁護獨裁者 絕對是不可以的 現在 遊戲的規則根本性發生變化 一國兩制大變質 這個施永青自己也忍不住說 當然現在的情景 那麼明朗 想政治投機 也沒有辦法投資下去 所以 我已經有了預備了答案回答他的問題 我們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施永青說甚麼 有多後悔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付費方式 希望你就是幾樣裡面選一種 包括 就是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我們的會員頻道 還有就是出席直播節目繳交月費 希望你隨便選一種 我們不是希望你重複做 所以我們會清清楚楚說清楚 我們 希望大家 盡可能就是低消費 又或者免費收汗 所以其他聽眾 希望你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無限烤大法 手動點擊 還有我們的風景影片 沒有被黃標的節目 希望大家也打開播放 欣賞手動點擊 好 那麼這個 施永青接受香港01訪問 說了很多東西 他說這個 特首選戰 一人的格局已經出現了 下一任特首是李家超 毫無懸念 繼續大談 說要下屆特首 要跟香港人好好溝通 既然他是被陰點的 有甚麼溝通 服務的已經不再是你香港市民很久了 林鄭月娥的年代 都已經是這樣 現在 中央要全面 接管香港 黨員治港 還有甚麼好溝通呢 你跟上海的居民有甚麼分別呢 小榮青 不要說那麼多話了 乖乖地 坐在你家 等防疫 等大伯來 他說現在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 相對起過去的認知 出現了很大的實質改變 他說到底當局 當局你講誰啊 你講香港還是中央 誰說事 他說當局要清楚交代 這句說話 只是這句說話也可以國安法拉利 怎樣清楚交代 交代得不夠清楚嗎 香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共產黨的說法 你 只有 乖乖地坐在那裏就被宰割 不要那麼多爹 他說一國兩制 進入新階段要清楚交代到底打算怎樣變 資本主義保留多少 他說要移民的 想留也留不住 但是 還有很多人繼續觀望 走多少人就看你 要怎樣變 他說 決定權 掌握在北京手上 那些人要走就走啦 除非你就封鎖邊境 中國共產黨做得出來的 現在中國共產黨 是會 勸退別人的 不是參選勸退 叫你 不要出國留學 怕你不回來 怕你帶了資金就離開 現在出國留學的人 他們家人要做擔保 萬一你不回來 他就找你家人 現在 中國大陸就是進入北韓模式 從他的那些對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相當之恐懼 因為不僅就是 在中國內地的中原地產 還有大量的 資本家 被中共徹底充公 實際上 留在香港的情況 都很相似 他們現在 簡單來說 用一句廣東話去形容 就叫做藍絲聞到焦味 覺得 香港這個特區 將會 不存在 香港又會所謂打回原形 又會變回 中國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 有人多大膽 竟然叫中國領導人出來交代 對香港有甚麼政策 對香港的政策 過去這一兩年 都充分表達了 一國兩制 國安法 行穩致遠嘛 你還要問 你竟然敢說一國兩制 起了實質的變化 有甚麼實質變化呢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從來都沒有改變的 他說 藍絲就要擁護到底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有新策略 新的策略 一定要藍絲支持中國共產黨 支持到底 他們 永遠不會 走過來跟你說支持民主自由 這班人 永遠不會改變 他們不是港豬 港豬會改變 已經決定支持共產黨做投機份子的人 他們只有到死那一刻 他們才會被消滅 所以 站在攬炒的角度 不需要跟他們客氣 不需要爭取這些人 他們不會站過來的 他們只會 扮成是 你的人 然後做你的市場生意 因為他們是做生意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到底你的政治取態 你是要逼令某些人覺醒 站在你那邊 還是你令到他 你覺得有利可圖 要過來做你生意呢 如果是後者的話 根本就是徹底失敗 不僅徹底失敗 甚至乎 對於民主自由 爭取的人來說 是嚴重的傷害 所以你想清楚 到底 你怎麼把這些問題清清楚楚分清楚 不是有條眼帽 跟你說 我黃的 你要看他的言行去判斷 不是我走過來 指一下鼻子 說我是手足就手足的嘛 是不是 戴著頭盔 戴著豬嘴 有誰不懂呢 誰都會拍照 你黃黃 手不手足 你戴不戴豬嘴 也不要緊 香港 未來 香港人 為了爭取民主自由 應該要做些甚麼 不應該做些甚麼 才是重點 到最後 他給了多少張照片 也沒有用的了 或者拍了多少部電影 裡面有暗黃的訊息 也沒有用的了 到最後 要做些甚麼 真的會幫到 香港 香港人 香港民族 真的 會脫離這個中共的 管治 脫離這個獨裁者 真真正正 享有民主自由 這個才是重點 像施永青這些人 永世都是投機份子 就算他現在 被中共再逼下去 令到他的利益徹底消失 說一兩句 香港加油 這些都是很廉價的 不需要成本 大家不要忘記 說話不用成本 是藍絲的特質 賣港 不需要成本 他就說自己愛國 原來說黃絲要說的話 也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時候 他就會說了 問題就是 哪裏有利可圖 他就會做的 所以到最後 不是看他講了哪句話去判斷 我認為從策略上面 應該 逼這班藍絲繼續留在中國共產黨管治的地方 因為我們清楚看到 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 打算把所有經濟利益 徹底消滅 他們那麼喜歡投機 就讓他們投資到底 不要給他們機會轉彎 這些人不死 中共一復活 中共一坐大的時候 他們又會站在 獨裁者那邊 就是嘗試打壓其他人 這些人 真的是徹底的敵人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